根據彰化縣衛生局的統計 截至108年10月底 彰化縣聘雇外籍家庭看護人數已達11,449人 推估彰化縣有近37%失能失智長輩聘用外籍看護工 衛生局副局長尚小金26日上午向鄉親說明 對於聘雇外籍看護工的家庭 只要符合長照2.0申請補助資格者 都可以提出申請 包括專業服務 交通車的接送 還有喘息的服務 還有就是無障礙環境的設施的一個部分 因為一般的民眾他忽略掉他自己 可以透過我們長照中心的評估之後 只要他能夠符合失能的等級 符合申請的項目 就可以到我們長照中心來接受申請 無法行動嘛都做輪椅 那我們自己家裡要接送 還要輔到轎車裡面造成不便 那有提供這個交通接送服務之後 他可以不用下輪椅直接就可以載到醫院 長照2.0的補助項目包括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與喘息服務共四項 一方面讓外籍看護學習並減輕照顧負擔 另一方面也讓家人有更好的照顧 衛生局提醒民眾 凡年滿65歲以上的失能老人 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或55歲至64歲原住民 或是50歲以上的失智症患者 皆可申請長照2.0的聘僱外籍看護工補助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 可以撥打長照專線1966洽詢 各位頻道林毅俊 張華採訪報導